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想一想我们从小到现在 我们放弃过多少东西 放弃了我们轻松了 不要了 我们心里安定了 我们还想着 我们就放不下 所以能够适时地放下 用这种智慧让你更加清醒的 会省视自身内在的潜力 你放下之后你内心会有力量的 你能够对待外界的因素 举个简单的例子 大家都在争这个职位 你说我没关系我不争 当你不争的时候 你有一种力量 因为你不跟别人争了 你不会难过 你不会恐惧 你不会感觉到别人 在给你制造更多的障碍 或者别人在嫉妒你 你这样你就放下了 你放下之后你随缘了 心无挂碍 那你对待外面的外环境的因素 你也能够非常自然地得到 心里的平安 所以有的时候会让你疲惫的身心 得到瞬间的调整 成为一个快乐 明智的人 所以很多人离开了烦恼 他就变成明智了 有些人在烦恼当中出不来 他永远就是不明智的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盲目地 坚持这些不理智地放弃 明明应该放弃的东西 我们不理智 我们不能放弃它 天天苦恼难受 我们苦苦地挽留昔日的人和事情 你是个傻人 过去的人走了就没了 过去曾经是你拥有的物品 过了不是你的了 一切都会过去 就像你今天如果有一辆汽车 你作为二手车你把它卖了 当你在马路上看见别人 开的这辆车的时候 你还会去留恋它吗 这是我的车呀 卖了就卖了 没了就没了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如果久久的伤感 自己过去曾经拥有的美好时光 和自己曾经拥有的人和事物 那是一个蠢人 所以于此就是这么来的 这整天在你们面前还说 我过去怎么好 我过去怎么好 他还放不下的人 他讲了之后还要掉眼泪 讲了之后 他还不舍得 那么这些人实际上 叫做舍不得放弃的人 舍不得放弃的人 给他增加的只有伤感 往往他会失去更多的珍贵的现在 所以随缘 就是给自己最好的一个机会 我今天无所谓 我随缘了 你就有机会了 所以学会放弃 那是一种智慧 学会放弃的人 才可以获得更多的成功 所以我们做人 很多人急功近利 追求人间的名文利益 哎呀 这个名我要啊 哎呀 这个利益我要啊 你慢慢的就会被社会 把你变成非常的佛造 变成非常的贪婪 会让你变得更加的自私啊 你会慢慢的变得 自己都不认识自己 我怎么会这么贪的 所以上善落水啊 我们善良 就是高尚的 那些无限的慈悲 它会产生出无限的能量 善良 就是会让你产生无限的能量 所以去帮助别人的人 他对整个社会 对自己的良心 对别人 都会产生一种希望 所以上善落水 最大的善能 就会在自己的内心 启发出来 所以大自然里 是最顽强 最智慧存在的 那是什么 就是水啊 所以你们看看 人家说 快刀斩水 水照流 我以温柔的清水 能够擦洗你 这个忧伤的心灵 我以纯洁的甘露 能够浇灌你痛苦的悲伤 看看观世音菩萨 手中的净水瓶 给你们一嗓 消除我们 千愁万苦 让我们解脱烦恼 让我们学会 离苦得乐 所以 一个人最好的状态 应该像水一样 水源 你看水你把它放在哪里 它就放在哪里 水源 改变自己 去适应社会 这个社会 很多东西很难改变 但是我们人 可以改变自己 去适应这个社会 但是我们自己 内心的正能量 又不会被社会 磨平 我们对人间 这些五欲六成的态度 因为我们心中 有一杆秤 知道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能用包容 去理解别人 并不是纵容 别人 去做坏事 我们不强求 谁都要理解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自己 最清楚 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有理智 我们因为有菩萨的智慧 所以我们喜怒哀乐 就不会困于在我们自己的心中 所以在人间的社会里 大取大落 波澜 波澜 不惊 所以师父告诉你们 智慧 源于生活 又高于生活 佛法 来自于众生 源于众生 又高于众生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 能够懂得 在这个社会上 种如是因 得如是果呀 你种什么因 你一定会得到什么果的呀 所以很多人问师父 这人间很多的名利 是种了什么因啊 那师父简单地跟你们讲 你种了财不失的因 你得了财富的果呀 对不对呀 你举个简单例子 你对别人好 对不对呀 你对别人好 人家是不是会帮助你 曾经在别人很艰苦的情况下 你财不失去帮助了他 等到他好了 他第一个就想到你 这些在社会当中 很多故事里面 屡见不鲜的 你如果种法不失的因 你去帮助别人 去救度众生 你得聪明智慧的果呀 很多人说 你为什么会这么聪明 你为什么会有这么有智慧 因为你法不失呀 你们想想看 当你去帮助别人 法不失的时候 你的智慧的果 是不是就生出来了 你想想看 一个能够帮助别人的时候 这个人 他会不会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 他怎么帮助别人 那么他的智慧 怎么来的 他就是不停地去帮助这个 帮助那个 然后在帮助别人当中 得到更多的体会 让自己受益 产生出很多的智慧 去帮助更多的人 那么种无畏不失的因 得健康 长寿的果呀 你看我们有很多的义工 整天喜欢帮助别人 做饭啊 买东西啊 洗菜啊 帮人家跑来跑去啊 你看看他这种因种下去 他长寿完 他做什么事情 他开心吗 他健康啊 那师父跟你们说 念佛是因 你们种下了念佛的因了 对不对 念经了念佛了 那么成佛就是你们的果呀 所以想成佛 那么就种佛因呀 这样一弄 大家不就懂了吗 这就是种什么因 得什么果 这就是真谛 学佛人的真谛 所以我们学佛做人 要用平常心去生活 都无所谓的 这个都是很正常的 这个人不开心了 没关系了 我们对他好一点 这个人有什么想法了 没关系了 我们能够随缘 用惭愧心去 带人 哎呀 我很惭愧啊 没有帮到他 我很惭愧啊 我做的还很不够啊 他对我这么好 我没有什么回报他 对别人好 别人一定很喜欢你 用惭愧心去做人 用菩提心来处事啊 你在这个世界上 为什么别人喜欢你啊 因为你有菩提心啊 只想到别人 很少想到自己 只想到我要帮助别人 怎么样让别人解脱苦难 很少想到自己 那这种人就是菩提心 所以他在世界上处事为人 人家怎么会不爱你 所以你如果每天看到众生的 过失 是非 和缺点 那有些人就是盯住别人的缺点 说这个人 哎呀 很讨厌 说那个人 哎呦 很小气 说那个人 哎呦 根本没修好 你每一天 想到的别人 就是过失和是非 你必须马上就要忏悔 因为你已经走偏了 因为你的修行不够 为什么呢 当你的心里 拥有着别人的烦恼 和过失 是非 和拥有着别人的 嫉妒的时候 实际上 实际上 你已经在帮别人背了 实际上 在你的内心深处 已经拥有了这些嫉妒啊 是非啊 其肮脏的理念 所以 所以不把别人往不好的地方看 就是说明你干净 如果你今天活着 只想到别人的优点 只想到去帮助别人 你怎么可能再去讨厌和怀疑别人呢 这就是一念魔 一念佛呀 所以我们人的 其实身体上的有毛病 有三种 其实佛菩萨 就是大一王 菩萨就是帮助我们 解决我们心灵的烦恼 它救治我们的心病 身体的病 很多都是心病 你看我们很多的重要的病 生死大病 都是由心而起 你心里想得开的人 就不容易得癌症 你心里放得下的人 就不容易让你的内伤 所以有的时候 树叶的病很难治 因为前世的关系 比方说 你前世曾经害过别人 你这辈子就会不停地碰到 车祸了 灾难了 传染病了 还有很多从小就带有的 那些遗传病 那么这些病实际上 就是树叶所为 所以为什么叫你们 赶紧念礼佛大忏悔文 天天念 天天忏悔 时时刻刻念 时时刻刻地在忏悔 就会让你大业变小 小业变无望 所以我们的灾难 就会慢慢地消除 还有一点很重要 一个人想 去除自己的树叶的病 不让现在 就得到报应的话 你必须要 普发大慈悲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